长沙的数学老师谭双喜接了通知 要她下个星期去拆迁指挥部报道 原来因为谭双喜的奶奶在某拆迁项目中 一直未能同指挥部谈妥 所以临时调整谭双喜去拆迁指挥部工作 谭双喜说她已经数次被教识谈话 要求做奶奶的思想工作 自己甚至要出动假离婚来抗令